2月9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克克斯 和夫人 毛主席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2月8日,毛泽东主席接见柬埔寨王国驻中国大使西索瓦特·西里克·马塔克亲王 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思奇上将于1964年2月5日在北京逝世 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各部和首都部队官兵及首都各界2500多人在中山堂举行公祭 公祭大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青大将主绩 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青中将致告辞 甘思奇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的一生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 北方著名的水箱白阳殿 今年的冬天显得格外热闹 公社为了增加社员收入积累生产资金 积极组织各生产队开展接体捕鱼活动 社员们采用破冰下泊的方法捕鱼 白阳殿的水产非常丰富 每年可以捕捞几千万金鱼 中天当许多植物进入休眠状态的时候 广州郊区的广东省家残原种繁殖场 采用塑料薄膜保温育桑的方法培育桑树 香树被塑料薄膜覆盖后 由于温度高湿度大 即使在冬天 这里依然是青枝绿叶 过去这里的蚕种每到冬天 都要送到湛江 海南岛等较暖和的地方过冬 现在就不必了 哈尔滨画剧院演出的话剧 千万不要忘记 是通过一个工人家庭的日常生活 反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两种思想争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斗争 电机场工人丁绍纯受到他妻子 特别是他丈母娘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逐渐在生活上讲究享受 圆娜 拿给他看看 绍纯 给你买来了 啥 看看吧 看 才买的 不是钱不够吗 跟大刘借了五十元付出金 借的钱 那拿啥还人家 你打成那二十个野鸭子不就还胜了 卖野鸭子这个事啊 你还得让我好好地想一想 工人 团员 卖野鸭子 这个事我总觉得不太带劲呢 成问题吧 啥问题不问题的 少春哪 有了钱哪 啥都不成问题 可也是啊 你还要拿啊 把少春雨衣给拿来去 我说亲家呀 你这个家法也太严了 年轻人穿着漂亮的衣裳怕啥呢 你看看 庆家母 这个漂亮衣服倒没啥可怕的 我怕的是啊 穿在这个漂亮衣服里边的人越来越不漂亮 就像你们从前开鲜货铺子 卖那种唬人的鲜货包一样 光在那包装上下功夫 里边竟是些带虫眼的烂梨 你可真能扯 瞎扯 二十岁刚出头 你就讲得挺享受来的 你要到了我这么大岁数 你还得穿金丝编的衣裳呢 大叔啊 可能不讲的是新社会的幸福生活嘛 那么你说现在这是啥生活呢 我孙子刚一娶上了媳妇就住上这大楼 有吃有穿有担有眠 那你说这叫啥生活呢 我像他那么大岁数 我还正吞着麻袋店呢 你说住洋楼见过都没见过 那你说这叫啥生活 庆家母 你心里那个幸福生活 就是穿套料子服 吃几块鸭子肉 可是我们求的比这个大的多 你们想的太简单了 这不是你母亲一个人的问题 这样的老亲固有街坊邻居 不是到处都有嘛 当要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的接班人 可是他们呢 也有意无意的想把你们培养成 无产阶级的接班人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种阶级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 没有枪声 没有炮声 常常是在说说笑笑之间进行着的 这是一种不容易让人们看清楚的阶级斗争 可是你们一定要学会能够看到它 这是一种最容易使人忘记的阶级斗争 3198部阶级斗争 是一个在思想上 作风上 本领上 都过得硬的连队 他们曾延续三年被评为四号连队 这个连继承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在练兵过程中 能坚持四个第一 苦练狠练 连队的四号员 卫生员 崔氏员 也都成了攀登悬崖 飞跃山剑的能手 3198部阶侦察连的这种勇往直前 不必艰险 不怕劳苦 特苦练兵的精神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